OK 長毛突藥 窩居體樓團 330呎的公屋內不單是建了兩間房 屋主為了用在這裡的空間還花了很多不同的心思 我們一起看看 這個單位是330呎 是很典型的居屋和公屋的植物 他們最重要的要求就是 這間屋要有很多的處理空間 在用色方面 屋主都偏向喜歡一些簡單一點的顏色 所以這間屋基本上是用灰色 和白色為主的 以灰色和白色為主的主人房 看上去很闊 揭蓋式梳妝桌以及大量地台 都提供了大量的儲物空間 這個衣櫃收納量很大 下面的位置直通地台底 掛洗裝外套也沒問題 衣櫃旁邊原來隱藏了一塊全身鏡 小小房其實只有約40平方尺 但已經融立了一張4呎闊的床 用色亦比較活潑鮮艷 衣櫃和儲物櫃放在床尾位置 這個書櫃加書桌組合 可以容納兒子的書、模型和電腦 這些部分原來都可以拉出來的 其實書櫃是利用了 兒子房和主人房之間的長身位 長身還有這個設計別置 又實用的掛鉤 以及層架來擺放兒子的模型和獎牌 其實無論你在睡房還是客廳 這些掛牆層架不僅增加了儲物空間 亦令空間加添了繽紛色彩和趣味 牆上面這些可以改變位置的積木型掛鉤 都是既美觀又實用 而由於客廳無窗 為了增加採光 兒子房的房門採用了磨砂玻璃燙截門 而客廳除了普通的白光燈 最特別是這組掛牆變色燈 令客廳經常有不同的燈光效果 眨眼看未必看到廁所的設計有什麼巧妙 其實廁所的位置由原來偏右移到中間 鏡箱就可以伸延到整幅牆 一般門後面都會沒有收納空間 但這裡就用盡了 屋主還增添了不少彩色掛鉤 令廁所都變得更加有新氣 原來連水龍頭的出水位都會變色 至於廁櫃的長身 鋪上了一層不鏽鋼 優點是容易清潔 為了爭取儲物空間 大門旁邊的天花板也安裝了一排吊櫃 大門旁邊也有一個獅子型儲物櫃連鞋櫃 可以放置很多雜物 最有心思的地方 是大門對面的牆加了張截椅 方便穿鞋有空位 由一本部位 市場內買得更新更新的 一早就走到一邊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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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看完片 是否想立即裝修一間屋 有家財務業主私人貸款 無論你是私樓 屋 屋 甲屋 堂樓 或是村屋業主都可以申請 更不快點來美妨來y lacking gym house 借定唔借還得到 才好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